圣诞节马上要到了 很多粉丝朋友们不知道做些什么办手礼 那今天呢 我就带来这一款颜值超高的圣诞系列糖霜饼干 做好后送闺蜜 送男朋友 还可以送家人 大家赶紧做起来吧 首先我们将黄油提前软化 然后我们用手搓一个洞 好轻松可以搓个洞 好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将糖粉过筛到里面去 一定要过筛 不然它会结块 我们用手动打按锡将它搅拌至顺滑就可以了吧 不要打发 搅拌至顺滑后呢 然后我们将蛋液分两到三次加入 好每次加入一定要将它搅拌均匀 才可以加第二次 第一次蛋液加进去搅拌好后 加第二次 继续搅拌 搅拌好后最后一次加入蛋液 然后我们可以适当的可以加一点点香草精调味道 它们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拌好后呢我们就将低筋面粉和高筋面粉同时一起塞入 高筋面粉 低筋面粉 拌好后我们戴上手套 好将这个面团揉成团 好我们面团已经揉光滑揉成团了过后 我们用保鲜膜将它包起来 然后松弛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左右 好面团松弛好后呢我们将它取出来 然后表面可以带一张油纸将它擀平 好我们擀到5毫米到8毫米厚 好就可以 因为这个一定要稍微擀厚一点点 然后我们用这样的模具 就是我们圣诞系列的模具 去刻一些我们的饼干 好这个是雪人 这个是袜子 刻好后呢我们为了好脱模 可以先放冰箱冷冻一下 再来脱模 好稍微冻一会儿 然后好脱模了 然后我们就将它取出来 我们的饼干呢就全部印好了 那如果我们剩的有面团呢 我们直接将它用保鲜膜包起来 放进冷冻 然后我们用手解冻 然后再去擀 然后再去刻就可以了 我们这个饼干呢 在进烤箱之前 我给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们烤的时候 尽量建议大家去买这样的特强网店 因为它烤出来的时候 就会比较平整 如果大家没有透气网店 就用油纸或者是油布的话 你们烤的时候一定要守着烤 因为它会就是起泡 如果起泡的话 你们就要去用那个竹签 或者是牙签去戳一下它 让它把里面的空气排出来 然后稍微压压或者是翻一面 再进行去烤 这样烤出来的饼干呢 就比较平整一些 我们烤箱呢就提前预热 上下火150度 如果有风炉的朋友们 可以直接启动风炉模式 我们就放烤箱中层就可以了 时间呢设置15到20分钟左右 这个根据大家课的大小来定 饼干它就烤好了 然后是没有这个大的气泡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现在呢我们就放一旁备用 然后接着来做糖霜 好我们将蛋白呢倒入盆中 然后将糖霜好少量的倒进去 然后我们开中打蛋器 将这个蛋清打发 我们就边打边加少量的加 我们的糖霜都打好就比较干 那像这种干一点的呢 就可以直接去用我们的花嘴 可以挤一些立体的一些糖霜小花 那我们现在要做糖霜饼干的话 要稍微将它稀释一下 就要用到我们的白醋或者是柠檬汁 柠檬汁少量的加入 一定要少 不然一次性加多了 它就会突然的话特别的起 就用不了 好加了我们再去打 好我们的蛋白霜呢就打好了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状态是怎么样的 就是我们将它提起来 然后滴落下去 它不会那么快消失 但是你用刀稍微抹一下 它会然后晃晃 就很快的它就会平整 好这个时候呢就蛋白霜就非常适合用于我们的糖霜饼干的一个底的画法 今天呢我们就要用到几个颜色 一个是白色黑色红色然后绿色最后还有一点点的黄色 那我们就将它调色先 好现在调最难的颜色 红色 我们的那个糖霜颜色全部都调好了 好接下来我们来进行画我们的糖霜饼干 好我们今天要用到这样的表花髓就是很细很细的 特别特别的细啊有一个是做掉线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涂颜色的 好如果没有的话直接将你表花再稍微剪小一点口就可以了 好我们现在先来画一个简单一点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雪花 雪花呢我们可以全部全部涂色 然后也可以直接做掉线 先教大家做掉线 可以用我们的雪花来做一个练习 因为它白色用的比较多 好我们先做一个涂层 就是一定要先做掉线勾边 就是你不能这个样子去涂旁边 因为这个样子就会不光滑 我们做掉线是把点一样然后提起来 然后这样就是让它悬空的去做这样的一个掉线 这样的话我们的线就比较好看 然后就不会那样参差不齐 然后做完掉线我们再去做涂层 就直接将它涂在表面上就可以了 好涂好后呢用这样的排气针 然后将它稍微就是弄一下 把它弄平整 这样的话就会比较好看 不然现在它是有一点凹凸不平的嘛 这样弄平整慢慢的它就平整好看了 好像尖角这个地方就可以用我们的这个针 然后这样去拉长 好弄好后呢我们可以将它稍微就是抖一下 或者是家里面没有这个台子的 为什么要做这么厚 就是可以将它拿起来然后晃动一下 就你们可以在车上这样摔一下晃动一下 好它就慢慢的变平整了 好变平整过后呢我们就要拿在就是烤箱 或者是就是带有就是风炉的那个模式 或者是直接上下火60度 然后以最低的温度慢慢将它烤干表面 好我们上面这一层已经就是比较干了 然后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已经干了这一层 然后我们再去涂下一个的颜色 所有的糖霜饼干呢就全部都化好了 好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样的饼干呢我们可以将它包装起来 送给朋友送给家人 给他们一个圣诞的小惊喜 好今天的视频就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请在我的评论区里留言哟 点赞 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